伊辰 办了一张新的卡 这就是我的 这是我的 倒格拉斯的卡 Yup 这是什么 名字和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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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那是数字 数字是数字 数字是数字 对 我的卡办好了 然后在网上购物就可以 现在所有的化妆品有85折的优惠 现在到格拉斯因为上了很多日韩的产品 所以我就觉得还挺多产品可以买的 罗斯粉最近很火呀 哪个牌子好吃我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知道的 给我建议一下 应该拿哪个牌子 我要买一些酱油 你紧记生抽 一直都吃的这个 我刚刚从外边回来 然后现在已经换上家居服了 今天在外边忙了很久 所以这会儿有点饿 打算弄点吃的 那我们一会儿见 我刚才去厨房看了一下 家里居然没有什么吃的了 然后买的那个凉瓶 还有还有那个泡面 我打算今天就吃这些吧 然后顺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正宗的陕西人觉得 我买的这两个很有名的方便凉瓶 是不是真的很正宗呢 我们一会儿一起看看 我买了这两个 因为我看他们居然上了凉瓶 所以想要尝一尝 而且我看到他们 而且我看到他们的这个产地上 居然写着陕西宝基 我想应该很正宗吧 我只相信宝基的凉瓶 今天看看这两个方便凉瓶 是不是真的很正宗呢 这个黄色的是麻辣款 这个粉色的是麻酱版 但其实我觉得 首先从这两个口味上来说 就不怎么正宗 因为宝基的棉皮 它是不放麻酱的 然后基本上也不是很麻 主要是以香辣为主 然后会加醋 所以从它的名字上来看 我觉得不是很正宗 但凉瓶190克 配料125克 所以其实真正吃的话 凉瓶也就不到200克 我打算今天把两碗全部吃掉 好打开以后 应该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双筷子 还有一包真空装的面皮 这个应该是麻酱料包 这个应该是辣椒油 这个是盐水 调料水 调料水 有两包调料水 实用方法 方法一打开包装 将真空带扎几个小孔 或剪一个小孔 放进微波炉 高火状态加热1到2分钟 其实还蛮方便的 然后也有方法 二打开包装 将食品放入碗中 在开水蒸锅内蒸5到8分钟 那我今天就用方法 因为我现在饿得肚子 已经咕咕叫了 黄色是麻辣口味的 这个麻辣口味的里边的东西也是 有一包面皮 然后有一双筷子 方便你在外面吃 然后它里面的调料包是 有一包香辣酱 还有两包调料水 然后不一样的是 它把那个麻酱换成了这个 这个的话我现在还没有尝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想可能应该是醋之类的吧 里边有续装屋 不知道是坏了还是什么 应该不是坏了 一会尝一下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已经用剪刀把它剪了一个小口 先把它放进微波炉里去 一会儿煎 趁它煨的时候我先把筷子打开 这样子的话 用它的碗和它的筷子 我就不用洗碗了 它现在已经煨好了 我回来了 超级烫超级烫 一定要小心烫 然后面皮闻上去 它会有一点点酸酸的 但是没关系 因为面皮它是发酵过的 它就是这种制作工艺 所以它都会有一点点酸 我们现在把它放进这个碗里 很像皮筋 我现在已经把它剥了开了 这样子的话放调料的时候 有助于让它更均匀一些 然后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 你要首先先放这个辣椒油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这个油会附着在面皮的表面 这样子一会儿它就不会被那个调料水 泡弄 因为泡弄的话它就不筋了 就会影响它的口感 如果你用我的这个顺序来放的话 它就会依然很筋道 哇好香啊 算了不剪开了就这样吧 手残没办法 它这个调料水我现在是要倒第二包了 我已经流口水了 看里边已经有很多汤了 我先尝一下没有麻酱的 到鉴定的时候了 这个面皮没有想象中的好吃 它的那个调料水味不是很浓 然后辣椒油不是特别的香 吃起来还是有一点点硬 但是不酸 我觉得这一点就很赞 因为面皮真的有时候很容易做酸 那我现在要把这个芝麻酱倒进去 然后尝一尝芝麻酱味 嗯 就芝麻酱还挺香的 没有 不像有的时候我在亚昌买的那种 我不知道是 反正是 东南亚国家吧 做的那种芝麻酱 它就会有点糊味 但是它这个没有很香 而且量还挺足的 哎呀好难挤啊 我今天发现了一件特别失败的事 就是我穿了一件白色的卫衣 其实在外边也可以穿 但是我觉得它的材质很舒服 所以我在家穿 吃面皮的时候最好不要穿白色 也不要穿浅色 因为那个辣椒油会绷到你的衣服上 吃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这样就失去了吃饭的乐趣 全身心的享受美食的乐趣 但是你要不小心呢 就会把你的衣服弄脏 所以更糟糕 所以千万不要穿浅色的 好了 麻酱也弄进去了 搅拌一下 先尝尝 麻酱好吃 那我觉得 哦 我才发现它这不是凉皮啊 这是擀面皮啊 擀面皮怎么会是凉皮呢 擀面皮是擀面皮啊 凉皮应该是蒸面皮 除了宝肌以外的地方 包括西安就是叫凉皮 但是它这不是凉皮啊 好吧 它是擀面皮啊 拜托拜托 名字起错了 嗯 嗯 嗯 越来 桌子上衣服上都湿了 脚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要么我先去换件衣服啊 太饿了 没时间换了 我先尝一下带麻酱的 嗯 我觉得加麻酱更不好 因为 它会让那个辣椒油的香味 和芝麻酱的香味全都消失了 真的还不如不放麻酱 单吃麻酱 单吃芝麻酱或者单吃辣椒油 我觉得口感会更好些 我觉得麻酱真的不适合 放进擀面皮里边 口感真的不好 我觉得需要改进一下 而且它把那个麻酱的香味给弄没了 我觉得很糟糕 然后那个辣椒油的香味也没了 我现在把第二包装到碗里 第二包也已经喂好了 超烫 抓不住袋子 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 这真的不是凉皮 这是擀面皮好吧 而且它这个擀面皮还有点硬 真的不如 我前面不是开做一个淘宝开箱吗 我那个视频没有说 是从国内带过来的 记得先放辣椒油哈 我从国内在我们家楼下买的 也是这样包装的擀面皮 那个口感真的比这个好 至少比它我刚才吃的这个麻酱版的要好 我现在要吃一下这个麻辣版的 我希望不要让我失望 它这个辣椒里边的料还挺足的 真的有很多辣椒 如果你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少放一点 我最后要放这个刚才跟这个麻酱不一样的 刚才那个麻酱版里边是麻酱 这个是麻辣版的里边 这个我尝一下是什么 好酸的醋 对吧这就正宗了 大家放点下哈 所以这个闻上去就很正宗 哎呀呀呀这个好吃 这个要尝 这个要尝一下 又要赶快拌又要担心 把衣服弄脏 真的是很煎熬的一件事 好差不多拌匀了我要尝一下 如果你要我给它打分的话 我只能给它 70分 它虽然有这个擀面皮的样子 但是 味道真的比宝鸡当地的 要差很多 首先说它这个辣椒油虽然看上去 大家看 虽然看上去很 很辣对不对 哎他不是说麻辣的吗 完全没有麻味啊 不麻呀 骗人 它这个辣椒油啊 至少没有我上次 在我们家楼下 然后让我妈带过来的那个 要香 没有那个香 然后这个面皮呢 它还是很硬 但是好的一点就是它不酸 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它真的很硬 还是蛮硬的 就是没有那种 嗯 面皮那种 嗯 面皮那种虽然筋 但是不硬的那种口感 面皮本来应该 而且它这个面皮啊 它不光滑 就是感觉 有一点点 醋糙 可能是我真的太挑剔了 我觉得 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多数的其他省份的人来说 这个面皮应该是好吃的吧 因为嗯 比我在就是以前比在别的城市的时候 在嗯街边吃的那些 我觉得味道要正宗一些的 但是 它上面写的产地是宝鸡 结果还是这种味道的话 我就觉得挺失望的 而且我在 我是在德国亚超买的 好像将近三楼了 换算成人民币要将近20块钱人民币 但是 呃能在 能在亚超买到 我就已经很感激了 然后平时解一下馋也还是可以的 嗯 那我现在要把它赶快吃完了 那我们今天的试吃就到这 如果你想要尝上鲜的话 我还是推荐你可以去买一下 但是如果 让我给它打分的话 我只能给这个麻酱版打50分 然后给这个麻辣版打70分 平时解解馋的话 我还是会买来继续吃的 但是 呃真的不是很喜欢 好那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 记得帮我点赞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它这个两个上面虽然写的是凉皮 但是其实它真的不是凉皮 它是擀面皮 凉皮是另外一种面皮 它是蒸出来的 两个的口 两个的材质和口感完全不同 所以它是擀面皮吃凉皮 大家记住不要买错 而且它很糟糕的一点是 它居然没有面筋 面皮没有面筋 面筋是我最爱吃最爱吃的东西了 我们家楼下买的那个好像是有面筋 面筋 每次都是我要留到最后吃的 因为我最爱吃面筋 嗯 差评了 好 好